婚姻關係 我們不要只看到當下的對應 當下它為什麼會做這個令人失望的回應 其實是有歷史的 也許他腦筋裡面現在翻角的是 過去十年前的恩怨 那你自己問一個問題 其實又有自己潛意識 不了解的問題 這就是在這本書裡面 試圖要解釋的兩個軸線 真的很討厭耶 不賺錢誰養家啊 去看個信仰有花錢嗎 有錢 我也不是沒有在工作 突然那麼大聲幹嘛 我當初就是不想要工作 我想做那麼多想照顧好你 怎麼都不懂 我不懂對不對 你到底做什麼這怎麼懂 賺錢養家啊 年這件事情我覺得 就像裡面講婚姻會一直不斷的改變 那我怎麼樣去詮釋 把不同時期的婚姻 在劇場當中做一個直接的鋪陳 它又要是同一對婚姻 我總不能一直化老妝下去 所以我就乾脆找了三對夫妻 那這三對夫妻都會發生 裡面所提及的各種不同的事情 跟狀況 然後也透過這些狀況呢 然後來呈現說 其實從第一階段到第三階段 他們發生了什麼樣的事情 然後來做一個編排的交織這樣 那另外就是也在時間上面 特別用了早安 午安晚安的這個意象 去講什麼叫做 近黃昏的這個想法 跟有朝氣的想法 跟到了中午我們有點奄奄一息 永遠想睡午覺 不想理任何事情的這些想法 把它放在婚姻的概念裡面 而且還有午後的鎮語 那場鎮語帶來了很多的事情 對對對對對 還有一些找麻煩的事情 找麻煩的事情 那我們從來不講怎麼 就是不去講怎麼解決 因為裡面有一句話很重要就是 要問自己問題 如果連問題都不敢開口問自己的時候 你怎麼樣找到答案呢 好奇怪 那麼從來不講 喔